大家好 我是Kyoge 今天的開箱物是拍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上年聖誕賣給自己的禮物 如果你有看我的IG就有看過我玩的 所以其實也不能稱得上開箱物 因為我已經開了 還玩了一段時間 但我實在很喜歡 所以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 夾公仔機 這個在淘寶訂回來的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夾公仔 所以在Youtube也有看其他Youtuber夾公仔的影片 但自己很少出去玩 因為我覺得夾公仔是一個很燒錢的活動 但會去日本的時候就會夾公仔 因為日本的公仔是容易夾到 香港那些夾一次十多塊 然後又夾不到就覺得很貴 這裡不說那麼多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介紹這個 夾公仔機 其實它有兩款 一款就是這個 另一款就是有三個控制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只有一支棍子 然後左右 然後有一支是三支棍子 動上下 左右 還有按下夾 但我覺得那些太大了 還有我很小時候買過一盒 那類型的夾公仔機 玩了一兩次就壞了 所以我對它們很有暴流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小小的 放家裡又不會很牙位 然後又很漂亮 然後又好像可以滿足我的娃娃 的願望 沒錯沒錯 那你究竟呢 這個公仔機裡面有些什麼呢 那因為我已經開了箱 我就直接拿給大家看看 那它開了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它很小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掌 和它的尺寸 那我覺得這部公仔機 這樣放在家裡 不會算得很浪費 然後大家呢 心引起的時候 又可以去玩一下 那它包了什麼呢 它就包了這部主機 然後包了裡面的公仔粒粒 也包了四個Cons 那我到下面 回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會不會看到嗎 這裡有四個Cons 那我呢 怎麼玩這一部機呢 啊漏了 它有包了這個充電線 因為你不充電就不能玩了 對啦 我們都覺得這部機 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用電芯 而是用USB充電 因為我找過一些機 它不知道為什麼 都要用乾電 我覺得這樣很不環保 所以現在傾向所有電器 都盡量希望可以用USB充電 那它充電之後 其實它就會有這個響鈕 那我試一下拍近一點給大家 看看它是怎樣運作的 對 那這裡大家看到 我就插了一個USB充電的 就是在旁邊這個位置 那它插完之後呢 就會亮了燈 大家看到顯示了時間 然後呢 那你現在按鈕呢 它就會亮了 剛才因為開了太久 它關掉了 那大家只需要呢 入前呢 它就會響起音樂 然後就可以夾公仔了 好了 大家看到它 正在動 好了 我們現在暫時夾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按這個按鈕就可以下去了 啊 夾不到啊 我覺得呢 這部機呢 讓它先下來 你夾不到 它會有一個失敗的音樂 那我覺得這部機的好處 就是它不一定會夾到 大家剛才看我就知道 OK 那我們試一下 做一次成功的給大家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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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到了 大家看到嗎 真的夾到的 那呢 這部機有一個壞處 我覺得唯一的壞處 就是大家看到它很久都沒有放夾 耶 啊 中到了 好 但是呢 還沒說完這個唯一的壞處 我就是覺得呢 它 可能它虧定了時間 所以大家發現呢 它很久很久都沒有開過夾 它就是剛才我們夾到這裡 它是需要這裡 震震震震震震一段時間 然後來到這個 放公仔的位置 再震震震一段時間 它才會放這隻公仔下來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壞了的 那大家後來發現 噢 原來它是因為時限的關係 就是它規定你夾完之後呢 它要約10秒才到這個角落放公仔 所以呢 大家就會看到它在這裡震震震震震震 所以呢 就不需要擔心它是壞了的 好 那說了那麼久都忘了告訴大家 其實它在哪裡放公仔進去呢 它就是在這個洞裡放公仔進去的 那呢 所以大家如果不喜歡它這些粒粒公仔的話呢 可以自己放自己喜歡的公仔進去的 我覺得它這個尺寸很小 所以大家可以放一些扭蛋的玩具進去 是OK的 那至於剛才大家入不淺呢 就會在下面這個洞洞那裡 掉出來的 大家看到已經掉了出來的 因為我拔開了那個 那大家另外可以看到 其實它可以用乾電的 不過也是那句啦 我覺得不環保 所以呢 我們就用USB充電去玩這個 現在講完這個 就是之前是我試 project 所以我覺得它很好玩的 除了剛才的缺點 它有這個時候 不然你以為它為了快 之餘其他也都覺得完美的 又可以用USB充電 又好像外邊的三角戴 然後就放小他的 之後 bark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裡放自喜的東西進去 另外呢 在下面也可以選擇用乾電話 我覺得是一次過滿足好多不同的願望 還有一件事就是時鐘 當然我覺得買到這個機的想法 也不是想用它的鐘 純粹想夾娃娃的感覺 所以大家新興起的時候就不用出去浪費錢 你家裡自己用袋幣也可以夾 又或者有時候朋友來家玩 可以玩派對遊戲 我覺得都不錯 所以我的推薦 推薦的分數是會給100分的 如果大家想買這部娃娃機的話 可以上這個淘寶買的 連結我會放在下面 我上次買的時候好像是70元人民幣 未夠人民幣 香港亦可以買的 香港就大概200多元 大家就看看如果你想快點有的就是香港買 如果你想便宜一點就是淘寶帶 暫時玩了一個月它都還沒玩 所以我覺得CV值很高大家可以直接去買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可以幫我讚好我的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你今年可以多拍這類型的影片 給大家看 介紹一下我日常生活會玩 或者不喜歡看的書 或者喜歡看的東西 但前提是我要勤勤先 但我看到大家的默默的支持 我會努力下去的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就要給個讚 還有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就會用力繼續拍多些好的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開箱文再見 我會不定期的投資上來的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 by bwd6